國務院亦發佈了關於前海擴區的方案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特區政府有參與或給予意見關於前海的方案 前海由十幾年前開始的定位都是面向香港 利用香港在專業服務的優勢 令到前海成為一個示範現代服務業的地區 過去這十年都有超過11,500家香港企業在前海落戶 亦都有一些青年創業的基地在前海 中央亦都為香港專業人士進入前海 給了一些特別方便的措施 現在前海能夠擴區由原本的15平方公里 擴展到120平方公里 我們的專業人士以前只能夠去這15平方公里裏面 去做服務或者是接生意 現在是一個大了這麼多的區 而且相信亦都因為它是一個現代服務業 亦都會進一步改革開放 往後一定會為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 提供更加多的機遇 整體來說亦都會為香港的經濟 提供更加大的動力 所以特區政府一定會很積極、很進取 很主動地參與前海建設的方案 雖然一般人認為另一個橫琴的方案 主要是澳門的產業多元化 但是由於有了港珠澳大橋的聯繫 香港和澳門、香港和珠海橫琴 距離都是拉近了 而香港的國際機場和珠海的機場 亦都會進入一個全面合作的階段 所以對香港來說 這個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的方案 都是同樣會帶來很多的機遇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鼓勵 香港的專業人士、香港的青年 都要多認識和了解這兩個方案 為香港未來發展的好處